各位读者帮玩好,欢迎收看2017年11月25日光华夜报抢先看,今晚的光华日报夜报头条 作业部三合一,玩臭,张胜文促小学校方务挑战教局,教育部进来接到投诉只有校方试图走漏洞,将作业部三合一,张胜文坦言,以接获家长的投诉,而他也已经和数名教育部高级官员进行讨论,以探讨如何对这些投诉。 有关的学校采取行动,自上周三起失踪的阿根廷海军潜艇圣胡安号,搜救工作于一周后急转直下,军方周四表示,于潜艇失踪后数小时,接收到来自潜艇失踪位置附近的可疑噪音,其后证实是爆炸声,间接粉碎潜艇44名官兵生还的希望。 体育新闻是,南斗世界第一,强心服输,大马心组合,陈魏强汉王耀心直落两局不敌,世界第一的印尼强党鸡店,于凯文,无缘香港羽球超级赛半决赛。 娱乐方面,刘嘉玲否认怀孕二月,要生也找人代生,刘嘉玲与梁朝伟爱情长跑多年,结婚九年至今未有所出,但感情仍密里掉油,日前中国名嘴宋组的爆料。 刘嘉玲怀孕二个月,虽然毫无根据,仍在网络掀起一阵讨论,刘嘉玲终于对此作出回应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光华夜报抢先看,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,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华日报,阅读愉快。